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不慎落水 路人跳湖失旧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东北虎频繁现身 走到老虎下路级的这个地段 老虎从路下一个高就出上来了 老虎公团正式成立 到这点时间都已经经历了四年了嘛 保护得特别好 所以说它这个繁衍生息的能力也强 后悔的次数就比较多了 首先我们来关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最新情况 5月18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15例 另外5月18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29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22例 5月18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 清醒 其中沿边州3例 白山市3例 含2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15例 其中白山市14例 沿边州1例 5月18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29例 均在长春市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22例 其中长春市16例 吉林市 6例 通报中还提醒广大公众 要密切关注各地发布的疫情动态信息 如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 或近期有疫情发生地旅居时 请立即主动向当地社区村屯或疾控机构报告 按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如出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 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随着长春市疫情防控形势逐渐稳定 全面恢复出租车运营服务的通告 一 全面恢复巡游出租汽车 网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二 各运营企业和经营者 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三 加强行业监督检查 行业管理部门要通过线上抽查和路面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检查出租汽车 设置隔离设施 驾驶员及乘客佩戴口罩 驾驶员核酸检测 车辆消杀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依法从严处理 我们的记者也在路面随机蓝亭出租车 与几位出租车驾驶员进行沟通 局里边要求必须要做隔离防护 现在也是要一刻一宵 乘客下车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车内的销上 知道这个全面恢复之后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好 目前载客量怎么样 50%吧 咱们车上都有什么消毒的工具 酒精还有手销都有的 天天都要去上个固定的地方或者检测点 24小时阴行结果 才能为咱们那个城市百姓服务 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广大乘客 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 那么乘车需后排就坐 使用微信支付宝等 无接触方式支付车费 上车后自觉扫码乘车 主动向驾驶员出示吉祥马 乘车期间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红红马人员禁止乘坐出租汽车 这里是首王都市记者 英杰宇峰在新民大街为您发挥的报道 随着生产生活的有序恢复 长春市民们户外活动 也是随之增加 对一些密闭场所进行消杀 就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集中对城区的公共卫生间 进行了消杀作业 那么除了定时进行消杀之外 公共卫生间内还增设了体温检测装置 确保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为助力长春市复工复产 打造安全环境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南湖大陆 与南湖中间的交互处 为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对长春市市区的环境进行大整治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将对所有 户外封闭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 除定时消杀外 在公共卫生间内增设了体温检测装置 确保对进出人员的体温检测 同时对公共卫生间的如测垃圾 进行集中转运 对于垃圾收集的话 我们知道了日产日清 然后直接是上面进行垃圾对接 垃圾进中转站之后 直接是每车进行一次消杀 垃圾整个运输进行了闭环管理 接下来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加大 对公共区域的保洁和消杀作业 助力长春市复工复产 打造环境安全 守望都市王磊 王超报道 伴随着复工复产的扎实推进 长春市社保大厅已经恢复了线下的业务办理 很多有需求的市民也来到了现场办理业务 那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 相关业务的办理流程有什么要求呢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长春市社保大厅现场了解了一下 今天是5月19号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长春社保的业务办理大厅 最近几天社保大厅是逐步恢复了各项业务的线下办理 包括我们现在也能看到 有许多预约叫号的群众现在正在等候 那么包括各个窗口也都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 近期我们主要抓好两方面的东西 一个方面就是全力抓好各项筑取纾困政策的贯彻落实 近期出台的社会保险筑取纾困政策 总体上是五个方面 降缓反补阔 这样的方面我就已经完成了相关政策的落实 失业保险工商保险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 延续到明年的4月30日 第二个层面我们主要是做好全面有序恢复窗口 那么现在对于一些来到长春社保办理业务的群众来说 其实一些咨询业务是不需要排队 也不需要这个预约的 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几个窗口 提供的就是政策咨询的业务 那么对于确实有进入到大厅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来说 就需要进行这个预约叫号了 那么这个社保的工作人员 也将相关的这个预约叫号的流程 在这个大门前进行了公示 那么大家在这个进入到大厅之前 是需要按照流程进行操作的 那么在恢复的初期 现场办事采取预约办事 那么在预约量上 我们保证预约服务的供应 社会办法公共服务平台 微衣小程序 全天24小时提供在线服务 那么常规的业务 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办 首王都市程汉广微报道 近日核酸及抗原检测预灯剂系统 在长春市儿童医院完成测试 并正式上线 让线上完成核酸及抗原预约成为了现实 那么系统的正式上线 既方便了患儿及陪护 又增前了医院的疫情防控的力度 确保院内人员的安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儿童医院 那么在这儿呢 记者了解到 随着长春市疫情的不断好转呢 儿童医院已经恢复了就诊 那么来院就诊的患者呢 需要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 来院的患者和陪护 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以采药时间为准 和考原检测 考原检测需要到现场来做 为了减少聚集 避免排队 我愿在5月14号 正式上线了核酸抗原 线上预约登记服务 据了解 疫情期间 长春市儿童医院 每天有一千余人进出医院 系统上新后 通过手机可进行 线上申请核酸检测及抗原登记 全程无需排队 无聚集 无接触 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需要预约的市民 可以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健康城市长春公众号 然后点击右下角核酸检测 按照提示输入信息 点击检测预登记 按照提示缴费 凭借缴费后 手机内生成的二维码 或而及陪护到医院自住机 可自助查询 领取纸质检测结果 在这里 记者也提醒您 来院检测时 一定要佩戴好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 爽都市和欢公雷报道 随着吉林省 疫情防控形势逐渐稳定 全省春耕工作有序开展 适宜的温度 晴朗的天气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好时节 那么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统计 截至到5月17号 全省水稻插秧进度 已经达到了17%以上 在柳河县安口镇的基层米业绿色水稻 种植基地里 7台乘坐式水稻插秧机往来穿梭 正在同步实施插秧作业 这7台机器联合作业 一天就可以完成23公顷水田的插秧工作 今年柳河基层米业有限公司 共种植水稻233公顷 企业紧盯天气变化 抢抓农石 5月8号泡田 5月17号开始水田插秧 在前过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吉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水稻田里 职工们正在忙着插秧作业 作为前国农肯集团下属企业 公司现有耕地1451公顷 今年与松粮集团红利米业 签订订单的种植面积约700公顷 截至目前 前国农肯集团已完成 今年水稻插秧面积4000公顷 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 预计到5月25号 全集团水稻插秧工作将全部完成 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统计 截至5月17号 全省水稻插秧进度达17%以上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向好 也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冷链物流产业园内 负责项目建设的人们 可以加紧施工了 施工方采取了严格的闭环管理方式 扫码测温定时消杀 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 在项目施工现场 建设者正在进行冷库货架 和墙板的安装 以及冷库的调试运行工作 施工方采取严格闭环管理 每日进行体温检测 核酸检测 定期开展工作和生活区域消杀 我们采取小规模分工种 分工系的作业方式 缩小作业单元减少人群聚集 目前项目内容中包含的智慧冷库 以及物流仓库主体施工已经完成 进入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 项目建成后 可承担进口冷冻 冷藏食品的仓储 分拨配送 多市联运 线上线下交易等多类业务 努力打造国际化 高标准的区域级物流产业园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事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飞碟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乡隔离提醒您 长春晴13到29度 四号乘用车提醒您 白程多云13到32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 松原多云13到30度 俊乐宝简纯提醒您 四平晴转多云14到29度 水澳酒提醒您 辽园多云转晴11到30度 青岛啤酒提醒您 吉林晴11到27度 寒前会米线冷面提醒您 通话小雨转多云9到25度 老泥轿提醒您 白山小雨转晴9到26度 金生牌天然松人路提醒您 沿急多云转晴10到27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长白山多云转晴7到24度 龙腾乡隔离提醒您 长春晴13到29度 梅可口市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执法人员上路整治共享单车乱停放现象 骑到这位置了就把这个放这块没有放在停放两个位置 对咱其他居民出行带来了不方便 孕妇羊水破裂民警紧急开道送医 当时走过风车流量比较大 正常车车车应该是时间大概是25分钟左右吧 可能到我们用了七八分钟引导到医院 男子不慎落水路人跳湖失救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东北虎频繁现身 走到老虎下路级的这个地段 老虎从路下一个高就出上来了 老虎公园正式成立 当时点时间都已经经历了四年了 保护得特别好 所以说它这个繁衍生心的能力也强 后悔的次数就比较多了 清血八味片 国药青哄血血好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首望都市 最近长春市已经陆续投放了共享单车 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从长春市朝阳区相关部门了解到 在城市管理日常巡查当中 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些共享单车停放不规范的现象 并且针对这一情况发出了提示 今天是5月19号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 是长春市的明德路与人民大街的交汇处附近 那么根据计划 长春市今年将投放4万辆共享单车 增加停车区域是5000处 停车位5万个 那我们也看到在我身后 就是一处共享单车的停放点 那么目前为止 长春市的城市管理部门 也是介入到了共享单车停放 正常运营过程当中的一些管理 那我们也看到有执法人员正在对我身后的这处停车点 所停放的这些共享单车 这个停放的状态来进行一个规范和整理 这个共享单车 那咱们也跟起来这个大概不到三米 骑到这位置了 就把这个放这块 没有放在停放点的位置 对咱其他居民出行 带来了不方便 在巡视过程中发现这个情况 就需要把这台自家车摆放在放点去 那根据长春市政府部门的要求 所有共享单车的停放点位 周围都设有这个电子围栏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共享单车的停车位 实际上在地上有非常明显的标识 那么每一个共享单车的使用的APP 也都有停车点位的具体的位置 那么大家在停车的时候 也是需要停放在这个电子围栏内 不然可能就会出现无法锁车 延时收费等等的情况 以商场门口公园为多 随意的停放那个共享单车 如果是量比较大呢 我们会沟通共享单车管理单位 让他们加强管理 之后呢要投入一部分的人力和物力 像这块车呢比较多 那么我们用车拉到别的投放点去 把这块摆放整齐 守王都市程翰广威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便民服务信息 日前呢长城市公安局特别发布了65项 便民力气事项 为广大市民办理护证业务提供了便利 记者从长城市公安局了解到 为了方便群众办理护证业务 近期长城市公安局特别推出了便民力气 65项政务服务事项其中包括跨省通办 证照分离改革取消证明事项等等 本次长城市公安局发布的65项便民力气事项当中 可达到跨省通办的有10项 其中主要包括户口迁移 驾驶证换证 补证等相关业务 全省通办事务2项 电子证照3项 交管12123手机APP自助网上办理事项有28项 其中包括换领驾驶证 机动车号牌补换 选号 罚款缴纳等 证照分离 改革8项 取消证明事项14项 其中申请校车驾驶资格许可 取消5项记录 护证方面与申报户口相关的6项事务 取消相关证明 简化办理流程 守王都市 新京名利报道 为了有效阻击伪劣防疫物资产品流入市场 严控疫情侵入第一道防线 切实抓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连来 四平市相关执法部门 对辖区内的医疗器界金融企业 零售药店进行了甲列个人防护用品 专项执法行动 本次执法行动旨在严厉打击 囤积居齐 哄抬物价 未按规定取得许可或备案 擅自生产经销 移甲冲针 以次冲好等违法行为 执法过程中加强了对企业的行政指导 提醒告诫 引导企业切实履行 质量主体责任 严格按照标准和技术规范组织生产 依法合规经营 确保做到价格不涨 质量不降 供应不断 同时 执法人员加大了 质量抽查的频次和力度 四平市市场警管局供检查200亿户企业 有三户企业涉嫌经销 假冒利抗口罩 现在正在调查处理 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力度 加强对防疫防护物资的检查力度 打击制受假冒威力产品的行为 保障消费者可怕权益不受侵害 据了解 四平市将紧盯各类涉疫情 物资运输 销售等重点环节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主动开展线索排查研判 切实提升精准打击能力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 守望都市 明瑶 时销波报道 今年的世界家庭一生日主题是 与加一相约和健康相伴 围绕这一主题呢 汪清县卫健局在长几图广场 开展了相关的宣传活动 今天是第十二个世界家庭一生日 今年的主题是 与加一相约和健康相伴 围绕这一主题 今天中午 汪清县卫健局在长几图广场 开展了宣传活动 活动区设置了咨询台 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为市民们解答了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内容 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200余份 医用口罩50余包 宣传用品100余份 近年来 各种社区医疗逐步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等形式 建立了与家庭医生之间的联系 本次宣传活动 提高了人们对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政策的认识 市民们可以用便利的方式 求医问药 方便且高效 爽都市编辑报道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日前发布了相关的公告 根据我省高校目前的实际情况 为了切实维护考生的权益 我省原定于6月11号举行的 2022年上半年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笔试推迟到9月17号举行 那么具体信息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发布相关公告 我省原定于6月11号举行的 2022年上半年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笔试 推迟至9月17号举行 原定于6月12号举行的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笔试 推迟至9月18号举行 不能参加9月份考试的考生 可在9月5号至9月10号期间 向本人所在高校考点申请退费 后续将按原缴费渠道 全额退费 长春世界雕塑员 发布相关通告 对2022年1月1号 至2022年3月11号期间 缴费已办理2022年 长春世界雕塑员年卡的用户 延期使用两个月 统一延期至2023年2月28号 由于系统操作限制 当年无法办理 请需要办理延期业务的用户 于2023年1月1号至2023年2月28号期间 到长春世界雕塑员 人民大街游客中心进行办理 过此时间将不再办理延期业务 咨询电话0431-8537-9019 为保证新城大街快速路工程建设工作 长春市将对新城大街 以三路至赵家娃子段 爱国路至靠山屯段 实施全封闭施工 封闭区域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 封路时间即日起至9月30号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 关于调整2022年3月份 吉林省普通高中学业考试时间的公告 经研究决定 2022年3月 我省普通高中学业考试调整 至7月15号到17号举行 长春工程学院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 高级人才46名 年龄要求一般在18周岁以上 40周岁以下 202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报考不受年龄限制 报名时间5月29号上午9点 至5月31号下午15点 具体招聘信息和要求 可登陆长春工程学院官网查询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孕妇羊水破裂 民警紧急开到送医 男子不慎落水 路人跳呼失救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东北虎频繁现身 走到老虎下路级的这个地段 老虎从路下一个高 就逃上满了 恐怕公园正式成立 到4点期间 都已经经历了4年了 保护得特别好 所以说它这个 繁衍生息的能力也强 后悔的次数就比较多了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昨天 松原市街头上上演了一场暖心的救助 当时正值早高峰期间 路面上的车辆比较多 而一名孕妇羊水破裂 需要尽快到医院就医 于是家人紧急向执勤的交警寻求帮助 了解情况后 协警马上开启了绿色通道 仅用了8分钟就把孕妇送到了医院 执勤协警现场了解情况后得知 该孕妇已经怀孕5个月 但是羊水破裂需要马上就医 因是从长岭来松原 驾驶员对道路不熟悉 执勤协警便一边安抚群众的情绪 一边马上启动警车 为孕妇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7-8分钟引导到医院 到达医院后 执勤协警帮助家属将孕妇送进急诊室 确保一切安排妥当后才安心返回工作岗位 19日执勤协警再次联系到医院得知 目前孕妇的情况已经稳定 守望都市加入与风报道 17号下午 麒麟市北山公园内也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名男子不慎落入水中 危机时刻 一名正在附近的市民立即跳入水中 对男子展开了救援 刚刚看到的画面是发生在5月17日下午2点左右 当时在吉林市北山公园的人工吴附近 一名60岁左右的男子不知什么原因落入水中 危机时刻一名路过的市民紧急施救 事发当天虽然吉林市的最高气温为20摄氏度左右 但湖水的温度依然很低 经过救援后 落水男子很快被救治案边 周围市民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经过十多分钟的救治 落水男子逐渐恢复了意识 并随后被120送往附近的医院 目前男子生命体征平稳 让我们为这名救人的市民点一个大大的赞 市网都是报道 近日 严吉市四名外卖小哥 合力营救落水母女的暖心善举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许 5月16号 严吉市市委宣传部 召开了严吉好人之正能量人物座谈会 为四位外卖小哥颁发了 严吉好人之正能量人物证书 4月23号下午4点多 外卖小哥黄凯 王家辉 孟祥福 左春龙 正在严吉卷烟厂附近送餐 突然听到卷烟厂后方的布尔哈通河里 传来呼救的声音 他们来不及多想 飞速奔向了落水处 四人合力将母女拖拽上岸 简单急救后将二人送往了医院 经治疗休养 他们已无大碍 而四位外卖小哥的善举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许 5月16号 严吉市委宣传部也为四位外卖小哥颁发了 严吉好人之正能量人物证书 如果没有那个外卖小哥 我家就是不是完整的家了 感谢四位外卖小哥 挽救了我的家庭 我也被水煙过 对我大几节的一个孩子把我从水里头救上来的 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嘛 别人救过我 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这是一不中此的事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提到动物的防疫工作 比如说禽流感 口蹄疫 猪瘟等 这些都是国家强制免疫的重大动物疾病 根据今年的防疫形式 为了防止这些疾病和新冠疫情两亿叠加 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双管齐下 目前已经全面完成2022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 为破解因新冠疫情管控 导致动物强制免疫疫苗悬空滞留现象 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积极打通疫苗运输路线 确保全市春房疫苗供应到位 4月10日 全市强制免疫疫苗到过率达到100% 4月15日 全市强制免疫疫苗发放至乡镇村屯配送率达到100% 4月30日 我们全市完成了强制免疫工作 下一步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还将扎实做好春房后续工作 主要是开展查漏补助工作 看看有没有漏打的 发现要及时补助 第二个是开展消毒灭源工作 主要是组织开展大清洗大消毒活动 确保村庄 眷舍 续勤 车辆 道路要全覆盖 第三 要开展监测流调工作 对免疫抗体未达到要求的及时组织开展破灭 第四 我们要组织开展这个村房检查工作 排除等次 我们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 近日 双疗市集中开展了清风行动 依法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 联合执法组深入部分河流湖泊 清盘收缴非法架设的地龙等捕猎工具 并进行集中的销毁 日前 双疗市联合执法组集中开展清风行动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 联合执法组兵分多路 深入到东西疗河流域以及部分河流湖泊 针对各类威胁鱼类及候鸟生态环境等行为 进行集中整治 执法人员对群众非法架设的地龙 捕鱼网 年网等捕杀鱼类和鸟类的捕猎工具 进行了依法收缴 共收缴地龙25个捕鱼挂网14片 并进行了现场销毁 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看到河里头有很多鱼网 这样的鱼网对鱼类的繁殖生存造成了极严重的危害 对鸟前来觅食的生存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所以今天我们几家单位开展行动 就是为了保护鸟类 保护野生动物 出街人与自然 和谐公处 检查组还分别深入双疗式部分日杂和鱼具销售商店 重点针对各商家是否存在非法销售 各类非法捕鱼 捕鸟用具的行为 进行执法检查 在宣传有关政策法规的同时 要求各商家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保护野生动植物 有关规定要求 守法经营 守望都市 明瑶 穆小鹤报道 随着我省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最近几年野生东北虎就时不时的出现 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报道过 有人在汪清浑春等地偶遇山待望的事 5月16号在沿边汪清金仓林场附近 司机张先生在驾车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只东北虎出现在了行车道上 他也用手机拍摄下了当时的画面 视频中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市民张先生 在5月16号拍摄到的 当时他驾车到汪清县金仓林场附近 发现了野生东北虎 野生东北虎在路边停留了几秒钟后 便返回到了森林之州 记者也与汪清县林业局取得了联系 在市民拍摄视频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发现了几次这个东北虎出没的痕迹呢 在此也提醒市民 在东北虎出没地段行走或驾驶车辆 要注意安全 偶遇野生虎报时 要提高警惕 不要尾随 不要打开车窗 长时间逗留 防止发生人户冲突 守望都市新京编辑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大川判处所 接到了辖区居民杨女士的报案 说自己家可能是遭了贼 因为她的金手链不见了 接到报警后 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经过侦查发现 半个月前 曾经给杨女士搬家的搬家工人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022年5月初 汪清县居民杨女士向警方报案 称家中金手链不见了 不能确定是被盗还是遗失 接警后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但在杨女士家中并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 据杨女士回忆 4月中旬 她曾在网上找过搬家公司 为自己搬家 当时有两名搬家工人进出过家中 民警随即调取了该公司搬家时的监控录像 竹针排查分析 发现其中一个叫田某某的工人 在楼道中休息时 有躲避监控的意识 而且该人身上动作异常 有藏匿东西下意识的动作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我们将搬家工人田某某 依法传唤之公安机关 进行了调查 经过审讯 田某某如实交代了 在搬家过程中 发现被害人杨某的经手链 遂临时起义 将杨某的经手链盗窃 并将经手链的手持盒 藏匿于单元门口 目前田某某以依法 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审理当中 守王都市 佟飞 汪青台 杨宇辉 红辉报道 怕热糖 喝碱醇 君乐宝 碱醇醇酸奶 提醒您关注 天气变化 酱辛美味 醇香牛肉 泡月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 值得信赖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凯义汽车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君乐宝 简纯提醒您 唐春晴13到29度 泡月牛肉 提醒您 白城多云13到32度 道伊斯法尔提醒您 松原多云13到30度 华正冷鲜肉 提醒您 四瓶晴转多云14到29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 辽园多云转晴11到30度 中国人寿提醒您 吉林晴11到27度 父亲宇松绒九提醒您 通话小雨转多云9到25度 中梁福林门提醒您 白山小雨转晴9到26度 凯义汽车提醒您 沿吉多云转晴10到27度 泰康拜博口腔提醒您 长外山多云转晴7到24度 精管学院提醒您 唐春晴13到29度 星际座舱4号QX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全面防护安心就诊 泰康拜博口腔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传奇M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青血八月片国药青红血 确好信道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今晚的经典剧场 将会全新街道都市情感剧 半路父子 这部剧是由张国立 刘若英主演 讲述了一个中年重组家庭 所面临的困境和磨合 欢迎收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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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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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ve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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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i think i need help i'm going through hell i fake like i'm fine but i know you can't tell like nothing i've found my mind overwhelms i think that i'm broken but i hope you can't help i know i'm not coming i think that i'm perfect for some days i feel far more worthless i mean you make me feel nervous wllw if i still am u i have purpose it's all worth it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could see i'm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down